弟兄姊妹們,大家好。 如果神的祈禮都祷告的話,很多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 在《史同時傳》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神的能力是多麼的驚奇。 特別是早期的教會,在我們教會的整個歷史當中,我們都經歷過很多神的大能的事情。 可是很遺憾地說,這些都是歷史。 當我們討論這些神奇的時候,都是過去世了。 所以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是因為我們的主改變了嗎? 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的神是有可能推變的。 是因為我們的政府壓迫基督徒嗎? 當然是有一些共產主義國家,或者是伊斯蘭教的國家,當然是有幾個國家。 可是我們看整個歷史來說,每一個時期都是有基督徒受到逼迫。 所以是我們敬拜神的方式不一樣了嗎?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每個禮拜所唱的這支詩歌,都是很有歷史的。 是我們講到的信息不一樣了嗎?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的禮拜,尤其是很多教徒,都是關於我們的主和祂的釋教。 不一樣的是我們的祷告。 當神的子民祷告的時候,事情就會有轉變。 所以第一點是我們為什麼要禮拜? 根據我們剛剛所看到的經文, 希律王是苦害了幾個教會, 他也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 他們也抓了彼得去監獄。 其實他們也準備要把彼得殺掉。 希律王是當時掌權的人。 他有權利去殺任何人。 他有權利去收監任何人。 所以他覺得他可以為所欲為。 也有很多人支持他。 所以他覺得那個時候就是教會的末期。 當教會的領導人被殺害或者被收監, 人們常常說,如果一個蛇沒有頭, 那個蛇會怎樣? 好,這就是他的邏輯。 我會跟你的頭, 看看你什麼可以做。 是同樣的邏輯,如果只處理你的頭, 那你會怎麼樣呢? 而如果教會沒有領導的人, 他只有剩下一件事可以做。 事實上只有唯一一件事, 那就是禱告。 他們沒有向政府的任何一個人求救。 他們沒有用金錢去賄賂那些政府的人。 可是他們在神面前祷告。 當他們祷告的時候, 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 當我們繼續讀下去, 我們看到彼得是有很多守衛守著他的。 我不知道總共有多少人。 而他不只是被一條前面守著, 而是兩條。 而希臘王只是希望, 彼得一直在劫中, 直到復活節晚了。 然後, 他就在眾人的面前把他殺掉。 這是希臘王的計劃。 如果你是彼得的話, 你被判了死時, 然後你被鐵鏈鎖著。 然後被很多人守衛著。 你會怎麼做? 可能, 如果我是彼得的話, 我應該睡不著覺。 我可能就哭求神幫助。 可是彼得是怎麼樣呢? 他在睡覺。 他睡得很快。 他完全不擔心明天。 他也不擔心監獄, 也不擔心截戀。 他可以平靜他的心意的。 我認為他有很大的信心。 他相信他的主。 無論什麼東西加在他身上, 都會經過他的神。 而可能他覺得, 他與神在一起是更好的。 他與神在一起比他跟世界在一起更好的。 可能他在睡夢中就可能與神在一起。 所以死亡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信心跟彼得一樣大, 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死亡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如果一個人不怕死, 他就不怕任何的事。 所以這是彼得。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對比, 就是現在在監獄裡面的彼得, 跟那個時候耶穌準備上十字架的彼得。 當耶穌要上十字架之前, 彼得曾經發誓說, 我會為你而死。 我就像在死亡前我也不會背叛你。 當他說這個的時候, 他非常有信心。 當他有自信, 他可以在耶穌面前發誓。 他的自信在他裡面。 當我們有自信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將我們的自信說出來。 可是當审判,當試驗臨到的時候, 我們才了解到我們是有多麼的軟弱。 所以三次他沒有三次不認主。 所以他的心不能不是這樣想的。 可是他的行動卻顯示了他是多麼的軟弱。 為什麼彼得這個時候那麼的強大呢? 你們記得, 在那個時候的彼得, 在那個時候的彼得, 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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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當中有個重大事發生的。 在五十節, 在五十节 圣灵临到了这个教会 耶稣复活的能力给到了教会 因着复活的能力 因着圣灵的充满 彼得并不感到害怕 今天在危险面前 就算我们的心是想要大胆 可是我们的身体肉身却是软弱的 如果我们只是自己有信心 我们一定会跌倒的 可是如果我们依靠着圣灵 我们依靠着主 复活的能力会加我们的爱情 所以 Peter 在这危险的时刻 所以即使在这个危险的时刻 Peter还是可以睡觉的 而当他睡觉的时候 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天使来到他旁边拍他的肩膀 起来 将他起来 然后带他拴过一道一道的门 Peter以为他是看到个异想 在前几个章节里面他有看到异想 所以这一次他也以为自己是看到异想 所以这一次他也以为自己是看到异想 这个不是异想 这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 Peter并没有为他自己的解救而祷告 是谁为他的解救而祷告呢 是教会 是教会 我们应该向这个教会学习 他们是怎么祷告的 我们每天祷告 好像我们每天祷告 好像我们每天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功效 我们每天祷告都是一样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进步 没有什么感应 我们祷告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像早期教会学习 他们只向一个目的 他们只向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解救彼得 有时候我们为太多事情祷告了 我希望可以变成富人祷告 我希望我可以变得比较漂亮 我们希望可以减肥 我们为太多事情祷告 我们永远不满足 我们必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祷告 就好像早期教会 我不知道他们会比较多久 我不知道他们为了祷告了多久 可是他们久一个目的 他们为了很热切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祷告就好像演讲一样 不管是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好像跟自己讲话一样 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是像神祷告 有时候有很多人来说 有时候很多人来说 祷告你应该不应该叫我祷告 因为我可能祷告不像 爹比姐妹祷告那么好 如果你是从心里面祷告的 神是为你聆听的 有些人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正确地祷告 你会看到 如果他有时候会想到祷告 他就会想到祷告 祷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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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彼人在水中像耶穌走過去的時候 他因為害怕他差點跌倒了被淹死了 可是那個時候他只說了兩個字 救我 所以你可以說救我嗎 可以嗎 如果你懂得怎麼說救我 你就知道怎麼祷告 所以我記得我上次教學 老師說每個兒童都知道怎麼祷告 只要那個小孩子知道怎麼說 我肚子餓了 你可以說我肚子餓了嗎 對 當你覺得餓的時候 你就會說我餓了 所以當你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只要說出你心裡面所想的 可是要記得一切是熱切的 我認為當彼得在危險的時候 他應該是用熱切的心來祷告的 我的女兒童也來到我們當中 當她小的時候 當她小的時候 有一個人跟別人走了 然後突然她就是 周圍所有的人她都不認識 她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遇到水了 然後她後腳我在那邊經過 雖然我們今天有段距離 可是她用很大的聲音 很大聲叫爸爸 然後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她這麼大聲的教我 如果父親會對這樣的哭求 會有反應嗎 我會放下所有的一切去幫助她 所以我們在天上的父 肯定比我們地上的父要更好 當我們呼求她 熱切地呼求她 她會答應我們的道 所以有時候我們祷告不正確 所以我們的祷告沒有回憶 而且不只一個人祷告 整個教會一起祷告 神允許我們如果兩三人聚集在一起 奉她的名正確地祷告 神是會應允的 所以我們有個人的祷告 也有集體的祷告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自己一個人是可以祷告的 不需要邀請其他人幫我一起祷告 但是如果有些事情 非常重要 如果有些事情關注很多人 我想神是希望我們聚集在一起祷告 聚集在一起祷告的 當我們聚集在一起祷告 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時候 神是會應允的 我們的教會雖然人數不多 雖然我們的教會雖然人數不多 我們教會有些姐妹 有些弟兄 都是受到了癌症的折磨 他們都有求聚集在一起祷告 他們都有求基督姐妹來幫他們祷告 而神也回應了我們的禱告 我認為在我們當中 聚集在一起祷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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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病痛 但是當我們祷告的時候 神醫治了他 我還記得祷告中 聚集在一起祷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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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記得祷告中 聚集在一起祷告中 聚集在一起祷告中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不要自己藏著 聚集在一起祷告中 你不是一個孤兒 你不是一個孤兒 你有一個很大的家庭 比你肉身的家庭更大 神的家庭永遠都準備著為你祷告 神也準備著回應我們的禱告 為什麼我們自己藏著呢 為什麼自己受苦 為什麼自己受苦 我們都需要為大家同擔這個重擔 我們可以共享快樂 我們也要共享我們的重擔 怎麼樣分擔我們的重擔呢 不僅是身體肉身上 我們精神上也可以幫助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任何難處都不要自己藏著 跟你的弟兄姐妹分享 如果你自己覺得 你覺得你的問題有請次的問題 你可以一直跟牧師分享 因為這是牧師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是星期的 假如神的子靈祷告 你是神的子靈嗎 你每天都祷告 你每天都祷告嗎 你是有目的的祷告嗎 你是熱切的祷告嗎 你是熱切的祷告嗎 你是為你的弟兄姐妹們祷告嗎 是集體的祷告嗎 如果你的祷告沒有回應 如果你的祷告沒有回應 祈求神告訴你 為什麼祷告沒有回應 那你就求神告訴你 為什麼祷告沒有回應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需要 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需要 需要 需要 我覺得自己無欲無求的會舉手 沒有手 我看到沒有手 所以每個人都有需要 需要 需要 你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到神的面前 可是更好的事 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們 我們是身體的一部分 你的手的作用是什麼 你的手可以幫助你的身體 而身體的其他部分 也給他一個手 我們互相幫助 我認為在這時代 某些事都不超過我們 但當我們去到神的身體 無法無法無法 可能現在這個時代 有很多事情不是我們控制的 可是當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沒有事都是不可以的 我們看一下彼得的案子 希律王 希律王 他是掌權的人 他決定要殺彼得 而且他也確保了彼得在監獄裡面 被鐵鍊鍋 看起來彼得是不可能走掉的 但是祖宗教會宰 江鏈 宇律王 祈禁饑 敬鍊鍋 善孔 你覺得你的困難會比德更顯惡嗎? 我不覺得 所以今天讓我們一起像這個早期教會學習 有時候當我看到現在的教會 我覺得禱告好像沒有以前這麼有作用 特別是我們自己個人的禱告 所以感謝主給了我們這一段《使徒行傳》的第十號章經 這是一個禱告很好的例子 我們教會今年有一個主題 可能有些人還不知道 那我來告訴你 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 你想成為這個禱告教會的一部分嗎? 你想成為這個禱告教會的一部分嗎? 你首先為自己禱告 你為那些有所需要的人禱告 當然也要為我們教會的禱告 我們需要復活 我們要求主可以擴展我們的領土 我們求主可以擴展我們的領土 你知道嗎? 你看,這四個禱告 不能阻止或阻止我們教會擴展 有些東西是不能阻止我們教會擴展的 我們有祷告站 我們有祷告站 祷告站是給我們機會 走出這四面牆 為大家祷告 祷告站就是給我們機會 走出這四面牆 為大家祷告 我們是世界上的光 這個世界上的天 我們應當將這個真理的光發出去 我們應當擴展我們的領土 去尋找那些民視的人 剛剛很多人都回應說,你們希望成為這個禱告教會的一部分 可是我所知道的就有三個人曝明了這個禱告戰的活動 我有Ruth的姊妹,我們都隨時可以將大家的名字擺在你們那個 大家思想一下 為自己預備成為一個禱告的勇士 你在我面前所說的,就是在神面前所說的 當我問你們是想不想這個禱告教會的一部分,你們說願意? 怎麼樣呢? 怎麼樣呢? 如何? 就是來報名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禱告的勇士 神是隨時預備著回應我們的禱告 我也相信神會為我們教會做偉大的事情 只要我們像早期教會一樣的禱告,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 有個傳道人 有個傳道人,William Carey他說,你可以期盼有奇妙的事從神那裡發生 可是為了這個期盼,我們需要祷告 如果你不祷告,可是你卻有這個期盼,這個期盼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讓我們先來禱告 讓我們先來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禱告 我們感謝你給我們一個從早期教會裡面給我們好的例子 當彼得受在建立的時候 因著教會的禱告 他被解救出來 神的力量解放了出來 神的力量被彰顯了 我也相信神的力量可以在我們當中顯現出來 神的能力也可以在我們當中彰顯出來 我們希望你向我們每個人說話 升起更多的禱告勇士 讓每個人都有目的地向你祷告 熱切地向你祷告 為每個人相互祷告 這就是我們祷告在耶穌的名字 我們這樣祷告是同主耶書基督的名字 Amen 感謝神今天借著牧神教導我們要祷告 所以祈福教 我要祈求祈福 是因為祈福祈福那個人 神教導我們 spilled 现在我们